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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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新的球隊 也不是新的球隊 我接觸的新的球隊 那就是 第一個 最先要做的就是 了解球員的 他們的一些 比如說想法 心態 技術當然是 多少有一些了解 那就是心理素質 什麼的 當比賽危機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用 頭手要怎麼換 這個有時候 技術當然是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心理層面也是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因素 什麼時候該要用誰 這是我 到一個新的球隊 必須要先去 面對跟了解的問題 不過還好 因為這一次 本來是3月14號開大 時間上老實講是還滿趕 滿衝突的 後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延到4月11 讓我有多一點 比較充裕的時間去 進一步的對選手了解 這樣對我來講是 多少有一點幫助這樣 其實我常常在講 總教練不是一個辛苦的工作 他是一個痛苦的工作 當然他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於做決定 在比賽進行當中 不管你是換帶打 還是換投手 換捏手 都必須當下要做決定 不過棒球這個東西 它又是一個 你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等一項運動 所以你換了 不管你這一次換的是對 還是不對 只要成功你就是對 失敗你就是錯 所以這個是 是滿困難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說總教練 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他每一局 或是每一個人次 都在掙扎 他要如何做決定 所以這是一個總教練 最痛苦的地方 我想每一個總教練 對球隊的期許 應該都是一致的 那目標當然也不會變 大家都是直指總冠軍嘛 那年度第一 當然是每個教練 都是這樣期許的 那我也不例外 不管是以前或是現在 每一場球我都想 每一年我都想奪標 這是每一個總教練 都應有的態度 就是我想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現在問我 我的期許跟目標什麼 那當然是總冠軍嘛 當然是非常特別 因為這種東西 我想 中華職棒 不管是球員或教練 我沒有很碰過 因為這是疫情的關係 那我從小到大 我也第一次碰過 不要說我打球 直棒三十年 我活了快六十年 我都還沒有碰過 所以 對選手對教練來講 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所以 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像這一次的疫情 你們的調整 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盡量去做 到底是對還是錯 要等於問題來去疫症 我想每一個球隊都一樣 他沒有把握說 他的調整是最好的 包括我意思 大家都在摸水 我希望 我們這麼做 我也很希望 我們媒體有一個好的結果 當然就是 目前在台灣來講的話 身為一個棒球員 目前的處境來講是非常幸福的 因為全世界都沒辦法比賽 只有台灣可以 甚至於有些國家的運動項目 事實上連訓練都停止 要做比賽 台灣能夠順利的進行 雖然說 今天是沒有觀眾 不過 能夠開打 就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也感謝政府 在防疫這一環做得很好 所以才能讓我們 比賽的如期開打 當然 我也希望說選手能夠把握 在這麼好的情況下 盡情全力去表現 到這個疫情過了 讓觀眾 如果再一次的在 投報指導 請到球場來 與我們加油